最近一段时间相声行业里非常热闹 郭德纲为代表的民间艺人们 因为演出的恢复开始了马不停蹄的上演 另一方面主流相声演员们也没闲着 纷纷用自己的方式来为相声行业的振兴贡献力量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 最近热闹非凡的从艺纪念演出 这些演出的共同点是 打出的都是相声名家或者相声艺术家 从艺纪念演出的招牌 王千祥 李增瑞是离开观众视线很久的相声演员了 两位搭档合作了一辈子 在从艺60周年的纪念演出上 两位名家已经记不住词了 京剧倒白很讲究 是吗 有两种白 你给介绍介绍 一种是精白 比如说有那么一出戏 哪出戏啊 叫这个 你要说什么呀 我想不起来那个名字了 你是不是要说金玉奴啊 金玉奴 又叫豆汁记 豆汁记 金玉奴 但是依旧在舞台上表演了一段相声 这两位前辈能够合作一辈子最重要的原因是能够相互理解 并且在钱上分得非常清楚 从合作的第一天起 走血演出的收入 王千祥和李增瑞就是五五分 彼此之间谁也不演红谁 毕竟两位前辈年事已高 现在很多年轻网友没有听过他们的作品 李金斗也举办了从艺六十年的演出 作为相声行业里威望最高的相声前辈之一 李金斗真应了那句 一时足成千古恨 早年的李金斗创作了无数经典作品 尤其是讽刺型作品 现在听来还感觉李金斗当年真是敢写敢说 坊间一直流传李金斗和德云社之间存在矛盾 实际上从郭德纲于谦在采访中就能看出 其实这是误解 郭德纲在节目中尊称李金斗为斗爷 于谦更是非常尊重老先生 因为没有李金斗从中说和 石副宽先生可能就不收于谦这个徒弟 所以李金斗对于谦还是有知遇之恩的 相声名家赵岩先生从已50周年 没有用专场演出的形式 而是用艺术研讨会的方式进行 众位相声行业里的名家大腕 纷纷到场祝贺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2021年这种从已多少周年的纪念活动 会越来越多 因为这批在80年代开始 出现在观众视野中的相声演员们 大多已经过了退休年龄 郭德纲曾经在作品中调侃 我30多岁 你60多岁 即使我今天不干了 20年后我再出来说相声 你都在盒里了 两个相声演员对着骂街 谁活的酒 谁就是艺术家 郭德纲的观点总结成一句话就是 相声艺术家是熬出来的 其实艺人拼到最后就是两点 哪点 第一就是文化 其他都是浮云 炒作出来的呀 有名气了 如何的 都假的 都假的 尘埃落后没有 文化是真的 底蕴是带不走的 还有一个就是健康 身体四个说相对着骂街 谁熬到最后谁是艺术家 这倒是实话 就是嘛 你这个玩意 你骂我我也不换嘴 是吧 过几年我上你坟头上溜达去 你能出来吗 是不是 没法较劲 我有话语权 我说什么是什么呀 是不是